走 去刘子家做饭了 这是什么要带的锅 上次没带的锅盖 这次要带上 牛要不要带 刘子家应该有吧 我们这次还准备了一个 这是买菜车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你要没有车的话 平时买菜必备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附近 BTSC 嗯 我们来开箱一下刘子的厨房 这是我们做蛋 哦 这是链 哦 在哪里买 我可以买一个吗 在我的Bookstore 哦 可以买到的 给我买一个 老父亲发现乱入的东西 啊这是牙线 为什么会在厨房 这又是一块牙线 他们家厨房是跟牙线干啥 老父亲灌肠清理 刘子厨房 已经找煤了的 因为你没事 这各种煤般 你们平时去上买菜 那边有一个华太 现在我们来到了华太 现在我们来到了华太 来到超市水族馆 A公主捞一条鱼 水族馆主收拾一下鱼 现在来到了 真家大人超级店 一个CanadianSuperstore A公主选一条金华火腿 的平地 意大利干火腿 老父亲正在备菜 大煮干丝 此时此刻鲁米 开箱一下刘子的家 这个视野是不是很好 楼下就是商场 下楼秒开逛 老父亲正在备菜蒸鱼 平时就可以在这里学习和化妆 这光线真的是太好了 老父亲在座大煮干丝 此时此刻鲁米 好轻啊 大煮干丝做好了 放心公主从来不用的烤箱保温 此时此刻鲁米 老父亲开始蒸鱼 没关系鱼还在锅里 给鱼加一些topping 开始桑拿 桑拿完毕 最后鱼热油 最最后 交灵魂蒸鱼饰油 给公主走菜 从厨房端到客厅 做完最后一道菜 哎呀 摇摇荡 老父亲辛苦了 虾火煮干丝 杏鲍菇八道苗 清蒸 还清淡 你说要清淡 然后老父亲一直在想 什么菜清淡 妈妈在家里面就是少油小盐 所以我的口味都是灯灯的 她在家里面怎么做我怎么改 小猫猫玩到香味了 这张你最喜欢的 这张这个 很香 喜欢的是最不好做的 哈哈 你爸妈会经常过来看你吗 不经常啊 我大一个时候 这种陪我过来 而且我们弟弟 他需要人照顾啊 你弟多大 因为我小个又岁 所以他现在就才十一米 哦 还没上 没到上班就吃了 天天得要妈妈管他 你看中了哪个呀 看 猫猫像是鱼了 一尾鱼 哎呀 我们已经吃完了 真的还蛮像妈妈做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星期就吃到这里 下周见